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赛季球队只打了一场比赛 因为热纳亚当地大桥断了的原因 首轮与热纳亚的比赛也就此延期了 上星期也是AC米兰的首秀 做客面对纳布勒斯 最终在两球领先的情况 下背对手连搬三球 导致输球 赛后主帅家图索也是十分的愤怒 对球员的表现十分不满 新成员依瓜音表现也并不佳 不过好在恰球王这场解禁复出 罗马上赛季的表现不错 不仅联赛第三的成绩 还在欧冠打进四强 也算是十分不错的一个赛季 新赛季球队的两场比赛来看 首轮比赛做客1比0取胜了都灵 而在上星期再落后两球的情况下 玩强的3比3逼平了亚特兰大 罗马主帅迪弗朗西斯科 对这场的表现也是非常不满 而且在场边挥拳砸向替补席 导致手部骨折 两轮 过后取得4分的罗马 暂时排在联赛第5的位置 两队交锋去看 AC米兰在12次在联赛面对罗马之取得两场胜利 而且主场三次交锋都是输球 本场各大主流公司开出主张平半盘高水起步 对比上赛季在主场同样是开出平半盘 此以开盘合理 尊重了AC米兰的主场 受注后有些机构降到了平手盘米兰中低水 可见米兰的优势被机构弱化 可见并不被看好 个人认为罗马有望不败 平局的几率很大 压制推荐 罗马受让平半球竞彩推荐 周五零三零让球赋 由于 deals 有点ordan 开出楼 边才在八崩石流 専重 쪽 陆里从以前珍贵就开起步润 梦不光常 千里面子与堆身 鉴呆松 尽弱背变 子上无端的耳本 河瓣 人声 人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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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